- 环球网报的记者丁杰云崔天也美国退役降临,24日出惊人论调,美国或在15年后与中国开战。 听着有鼻子有眼,说出这番话的人是美国陆军驻欧洲前司令本霍奇斯,美联社10月25日报道成,本霍奇斯24日在华沙安全论坛上警告说,面对重新崛起的俄罗斯,美国的欧洲盟友们将不得不采取更多行动,来确保其自身防御,因为美国需要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维护其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上。 霍奇斯称,美国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欧洲支柱,我认为15年后,我们很有可能与中国开战,美国还不具备在欧洲以及在太平洋对付中国威胁所需的一切能力。 霍奇斯还声称,近日中美军舰几乎在南海相撞,只是中美两国关系运一紧张,在所有不同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的迹象之一。 其他问题包括中国窃取技术,以及通过扶属非洲和欧洲项目,获得对基础设施的控制权。 对于这种开战言论,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,对环球网记者表示, 是,这仅仅是这位退役将领的个人看法,这是一种带有冷战思维的观点,把可控的矛盾开成不可避免的冲突,这还是典型的军事思维。 金灿荣说,在这名退役将领猜完很多问题,只能由真实手段解决,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够通过经济,外交的手段来解决。 金灿荣还说,这只是他个人对未来的一个猜测,但多数猜测是不靠谱的,他虽然指出了一些中美之间的矛盾,但这些矛盾,不一定意味着会发生冲突。 金灿荣表示,从过去的历史来看,中美之间虽然围绕南海,朝鲜半岛等有多矛盾,且存在多年,但过去我们都非常成功,得把这些矛盾控制住了。 因此,未来控制住局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 再者,15年以后中国的力量会更强大,届时中国将更有能力控制局势,责任编辑,王川领一。 别担心地请客最高 请客赞设计划,王川领一。 您温度微强大,届时中国将更有能力控制剧的价格。 您温度微强大,届时中国将更大,届时国将更大,届时感变为平衡,士建设计划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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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